美术开放蓝绿炒不完 前一天蔡总统在中常会上解释 台湾遇到的困难有两个 第一个是内部问题 包括跟美国的信任关系 因为过去前总统陈水扁 马英九答应过的事情都只做到一半 所以现在美国回过头来问说 那你现在可以吗 而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问题 他还说台湾没有走出去 就等于被欺负而已 马英九隔空反驳 我们原来完全没有考虑美猪 马英九否认有考虑美猪进口 但是在总统任内曾录制 当年在美国留学时 常常吃美猪的一段影片 先请话题 我要跟各位透露一个小秘密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尤其是住宿舍的时候 每个礼拜都吃猪脚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个瘦肉筋的问题 因为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拿这个来打 我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常常搞不清楚事情 所以请大家不要怪他 讲到一半旁边 突然有台湾国的抗议者 大骂马英九 还拿果汁做事要喷伞 让马英九吓一跳 虽然警方冲上前压制 但韩教胜多次打断马英九受访 过去他们讲得很坏 说莱克德巴胺不得了坏 现在他自己坐牢 他说这样就可以让他国际地位 跑到很高的地步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马武汉为执政成果 狂打美猪牛开放 美猪美牛进口到台湾来 这件事情呢 看得出来国民党是把它拿当作是一个非常大的异敌在操作 都说卓氏金飞 对是不是预言除了讲卓氏金飞之外 好像说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那到底这个情形能够说服得了民众吗 其实我在地方跑 大家当然还是会担心 就是莱克德巴胺对人体的伤害 那当然大家也问说 那你民进党为什么之前反对 那现在支持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民进党那时候在反对的时候 是因为莱克德巴胺那时候的用量 没有一个国际标准 但在2012年的7月的时候 其实国际有一个标准 我要给大家看的 这个新闻稿呢 是民进党的网站上面 到现在都可以找到的 2012年时候的 2012年7月5号的时候 对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决议之回应 那时候就是因为莱克德巴胺那时候已经有定出一个标准 所以民进党就说 政府要开始含瘦肉精的美牛进口仪式 同意台湾采取国际标准与国际同步的立场 这个事情不是我现在讲的 大家去网路上面找民进党的新闻稿 来到2012年7月 一样都可以看到这一份新闻稿 所以我们并不是标准转换的 所以当时民进党反对是因为没有标准 对 有了标准之后我们就不反对了 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没有标准 所以标准定的时候 包含我们那时候的发言人 包含我们的主席都讲说 我们在立法院的审查 会回到国际的标准 但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所谓的牛猪分离 你那时候不能把猪进口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台湾的猪 还因为口体意义的关系 还没有拔针 如果那时候冒然让美猪进来的时候 有可能真的会打击到我们的市场 所以到后来阿扁当完总统之后 是马英九当总统的时间 美牛就进来了 是2009年那时候我都还记得 我们那时候都还签过那个 去做连署希望能够讨论 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瘦肉精的使用 到底多少对人体有害 还没有任何一个 然后到现在才决定美猪要进来 2012年 那个时候就开放了 对 我来补充一下 美猪那时候就进口 可是美猪那时候是要求零减出 零减出不能有莱克多巴胺的义猪 我先来讲 因为现在我们以为瘦肉精就等于莱克多巴胺 或者莱克多巴胺就等于瘦肉精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瘦肉精总共有40 大概44种之多 那莱克多巴胺是其中一种 它的毒性是比较低的 然后那过去呢 因为瘦肉精其实已经用了非常多 其实莱克多巴胺它还用在人体上 包括治疗人体的气喘 那我们也有其中的这个瘦体素 它人减肥的时候也会用 所以这过去呢 因为瘦肉精非常非常多种 在200几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也用瘦肉精 他们瘦肉精用到多到中毒 那因为中毒的事件频传 所以台湾才发现说 原来瘦肉精对台湾有毒 那时候还不是讲莱克多巴胺 那台湾那个时候也发现了 台湾的猪里面也有瘦肉精 因为台湾猪有偷用 对也偷用 那那个时候因为都没有管制嘛 也不是莱克多巴胺 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这些东西对人可能不好 那我们就希望说 国际上面有什么标准 可是在那个时空 就是08-09年 那个马英九第一次要开放 美猪美牛进口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际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标准 那一直是到2012年 就刚才舒培议员所说的 大概在7月的时候才有了标准 订定标准当中 只有四种的瘦肉精 包含莱克多巴胺可以用 而且每一种都有标准 另外我刚讲44种 有40种是不能用的 所以不是瘦精就等于莱克多巴胺 莱克多巴胺就等于瘦精 不是这个样子 那回答刚才文姚的议题 就台湾的美猪早就进口了 我们一年 我们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消费 80万吨的这个猪肉 美国猪肉 不是 80万吨的猪肉 我们国人吃一年大概80万吨 其中有十分之一是进口 十分之一当中 进口最大的量是来自于加拿大 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那个一比利猪 那是来自于西班牙 第三名的才是美国的猪 不含瘦肉精的猪 大概占我们所有的一趴 所以目前美猪进来都是零减出的 零减出 没有任何莱克多巴胺 对 那因为等一下这个农委会的主委 他也会再做更多更详细的一个解释 那我必须跟各位讲 现在国民党老是前几天我觉得看得很气愤 你去鸡头 我们喜欢吃的肉鸡肉丸 什么滷肉饭 然后香肠 以前你弄了一大堆 我们是经过讨论 我们看过很多的数据资料 我们了解这些绝对不可能含这个受诱金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他可能看到以后 他就看到以后他就会怕 然后他就不吃 这个肉从哪里不知道了 对他就不敢吃 你这国民党你为了政治上面的目的 你不是害死所有的小吃摊吗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些 所谓含瘦肉精的美猪 连进口都还没有进口 你现在就给人家习惊 就让大家看到了以后 我就怀疑说以为全台湾的猪肉 全台湾的都是有毒的 都是含莱克多巴胺的 这是非常非常过分 那目前有少量的美国猪肉 是零减出到台湾来 零减出 在做什么 就是有一些大卖厂有卖的 冷冻猪肉 还是有 还是有美国的 这也是2012年的时候 马英九开放进口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 所以还是有民众买 对不对 我必须讲一点 就刚刚我在前一段的时候 讲到国际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今年台湾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口题一拔针 我们的台湾猪可以出口 那时候台湾猪可以出口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说的 台湾猪我们要去探出国 做外汇 对 做外汇 去中冠军 中冠军才会逃回来 那我们台湾猪要出口 我们不准人家 这个美国猪进来 这叫做贸易壁垒 那贸易壁垒的话 我们台湾想要把我们的好的猪肉 卖到其他的国家 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准 那这个是贸易上面公平吗 那我们过去20年来台湾我们都有美国猪 但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冷冻的猪肉 其实它的品相 还有大家台湾习惯吃温体猪肉 然后冷冻猪肉 它有很多的再制品 贡丸那些没有办法做 那些不一定有办法做 因为它有一些像贡丸那种 它必须要 它要有它的精度 那还不一定能做 所以它为什么它每一年在台湾的这个量会这么少 它是有它的原因 可是以后就无限大开放对不对 不是不是 那还是要看到市场 市场如果不买 市场的反应很好 我们过去20年 大家都不愿意买美国猪 那大家就不必突然期待说土年干 然后大家会去吃美国猪 因为那个口味 我们大家都喜欢吃黑毛猪 连白毛猪我们都嫌弃它有黑 那如果黑毛猪比较好吃 你会去挑黑毛猪 美国猪有味道 你为什么要去挑美国猪 所以这还是市场机制的问题 但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包括陈中部长都是会开放全租 有一定含量的莱克多巴胺的全租来台湾 包括内脏 那这个部分市场又如何看待 还有要如何管理 我们稍后回来 国民党找来外交和法律学者开记者会 再度跑红政府开放美入美牛政策 国民党时期开放的时候 它背后的思维 是有跟国人的健康 国人的猪肉牛肉使用习惯做联动 现在民进党政府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 这是全面的对美国妥协 而不是在谈谈 马英九政府他们所做到的事 在美中台之间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平衡 国民党为我们换到和平 过度的去跟美方去靠拢了之后 反而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新的国际标准 那蛮重要的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 他们也陆续开放了 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更重要的是 这个是一个国际情势 因为后疫情期间 这个全球生产链已经改组了 国民党如果有可能的话 应该从这个国际情势来一起回应 律令立委回应 开放标准就是依照国际没有问题 而且后疫情时代 台湾得做出改变 总统蔡英文也说 开放美助没有任何交换 但蓝营仅咬不放 昨天蔡英文政府说没有交换 说如果说没有交换任何的东西 国人的健康就这么没有价值吗 我们国人的健康 是可以用来交换事情的吗 开放美助不是说换到什么东西 不是交换而已 我们看的是台湾未来几十年的一个战略 一个价值 替台湾未来二三十年打下一个 可以跟其他国家打拼的基础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蓝绿隔空护杠 国民党不排除串联全台猪农上街游行 同时启动反美猪公投 亲蓝的民间团体民主监督联盟 也到AIT前抗议 但人数不多的他们被警方人墙团团围住 只能举标语喊话 那因持续炒作美猪一提 没有停止计较 国民党说要推出一个反美猪公投 还说这整个过程当中 台湾是完全对美国妥协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形来讲 似乎我们就是百分之百接收美国的安排 是这样麻烦委员 当然不是啦 那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一个所谓的交换说 就是因为蔡总统说没有交换说 然后陈时中部长说 大家问他换什么 他说换一个国际地位 这两个蓝英的立委说 你这不是矛盾吗 换一个国际地位 但是并没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谈判 整体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有对国家有利益 整体的利益 那所谓的蔡总统说 没有交换说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了解 就是国际情势 跟蔡总统在2015年 选总统的时候的辩论 跟就是美国最近对台湾的报告 都说台湾的保护主义 就是这个株的部分 事实上不符合国际标准 而且也造成 台湾跟美国经贸谈判的障碍 所以这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是障碍 障碍拿开了才能谈判 被点的就是障碍 其实美国的报告 它的商业报告都有 这个部分就是 这是去年的 不是已经开放某部分的美株进口 他们还认为还是障碍 你没有全面开放 全面才就是把障碍搬除的意思 就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美株 对美国是少数 其实已经有开放 那占我们的 这种没有瘦肉精的美株 其实就消费市场 农委会也有 待会儿陈吉仲主委会讲 其实台湾人不大买 他比不上加拿大猪肉 跟刚刚讲到的 比利时猪肉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消费者 也可以抱起一个心态 就是你就进来 反正我也不爱吃 所以这是个门票 所以今天叶玉兰 国民党的立委 开记者会说 如果真能够换到TPP的话 那天天吃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他也愿意 可是觉得他这个话不要讲太早 我们没有人希望他 如果不想要买的话 还要硬要去买 他的意思就换到加入TPP的话 难度非常高 他立在这里吧 对 就是说这很多事情都不要讲太早 至少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2015年的新闻 这是2015年的风传媒的新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写什么 TPP和美珠挂钩 美方对民进党名言 只要进口 你们不吃没关系 他好直白 进口就对了 2015年 我顺便回应一下 这都是2015年的新闻 2015年 这是蔡总统 参加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 记者问他 2015年 记者写的风传媒 不再要求瘦肉精领检出 蔡英文说 民进党依循国际标准 这是2015年总统大选辩论 记者问的问题 他当时就已经在呼应 2012年的那个想法了 蔡总统那个时候说 言之过早 但蔡总统在被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说台湾未来在这个 猪这一类进口 我们就是符合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就是那个Codex 大家最近讲的那个部分 是2012年7月 所以他早就已经准备好 要跟国际接轨了 然后呢 这个是2015年同年 那记者跑去问柯总召 他当时就是党团总召嘛 说那到底未来 蔡总统选上了 是不是这个美猪美牛要开放 柯建民当时就说 无论谁执政 台湾不可能选择 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这是国际现实 那所以最近有一些人 拿民进党立委的发言 那其实是在2012年 Codex7月出来的标准 那个之前的发言 柯总召今天送我们一本 每个人他的书 在他那个2012年选举前的 那本承担那本书里面 就有讲到了 就是说当时 就是说有几位 民进党立委冲第一线 因为他是来自农业生 或什么的话 反就是当时 那个马总统的 那个要开放 猪牛的事情的时候 党团就讨论 柯总召当时就知道 Codex7月要讨论那个标准 很可能会通过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准 就是所谓的美国猪牛 都符合国际健康的 食品安全标准 当时柯总召就说 这是国际趋势 民进党也不可能违抗 我们只能遵守国际趋势 所以民进党没有什么 变来变去 这个是说随着情势的改变 第一个我们猪农 准备好了没有 小英总统他2016年选上 也没有立刻开放 花了四年的时间连任之后 待会儿陈吉仲主管会讲的 我们在猪农这边做了什么 目前是有出口的潜力 第二个消费者 其实也是渐进在教育当中 第三个外交上换得什么 这是一个未来式 我们刚讲你谈判是 挂钩是说基本门票 如果你这件事情 没有做好的话 美国对你没信心 因为马总统也跳票过 过去的很抱歉 那个陈水扁总统也跳票过 就是因为国内的压力 然后那可是这八年的时间 其实国内其实一步一步 在准备这件事情 那待会儿我想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会讲 他在迅牧业这个部分 怎么样让台湾的猪农 有准备 然后怎么样提升他们 那消费者的部分 我想我们立委也会把关 未来就是说 所谓的那个 因为日本跟韩国 国是饮食纪专跟我们更近的 他们已经开放了 那为什么 就是说民众后来 就是说慢慢可以接受 就是他们的标示很清楚 那对他们来讲的话 美国猪 连可能就是没有竞争力 那比不上他们的韩国猪 然后日本猪等等 那我想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猪其实很可能 就说比那个日本跟韩国 在我们国内市场 占的比例是更大的 目前没有瘦肉精的美国猪 其实在台湾就已经可以进口了 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了 所以委员刚刚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加入国际市场的门票 但多多少少听得出 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是不是也就是因为 有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只好印邮箱跟您请问 也就是因为如此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 中国跟美国现在不合 那不管你是不是 什么市场考量 不管是不是经贸合作 中国到现在还是禁止进口 瘦肉精美猪到中国 明明我们知道 中国不是有那个猪瘟吗 当地中国的猪肉 其实也很贵 也不好吃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不让美国猪肉进去 原因在于是 政治这两个字 就是政治嘛 你看中国国民党也就是政治 所以当这一次 开放美猪美牛的时候 他就淪于政争跟口水 因为这明明就可以理性讨论了 刚刚范云委员已经讲很清楚了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在于2012年的7月 Codex 那个标准很清楚就放在那边 那他不知精细是何系 就把2012年 中国民党把2012年之前的 民党的相关的政治任务 把它混为一谈 然后把它剪辑成一个影片 那是非常不当的 那如果你要做政治斗争可以 但是请理性讨论 那不要混淆视听 那也不要随便乱剪辑 那真的啦 因为现在我们要理性讨论事情 就是2012年的7月的Codex 的标准已经非常清楚了 所以呢 我们在2012年之后的 相关民进党对外的 相关立场跟态度 其实一致的 所以议员 因为你们从政 这个政治就有点类似是说 我表面是这样做 那私底下 又另外一套做法 就是刚才范云委员拿 那个媒体所说的 你们就开放就好了 开放就对了 你们不吃 没有关系 所以政治很表层 政治很肤浅 所以应该要这么说 蔡英文总统 她从过去 她的立场跟态度 非常一致 那跟民进党 就是2012年的Codex 这个标准出来之后 其实蔡英文总统 她是国际谈判专家 我们要了解到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 提法为什么谈判受阻 因为你这个贸易的障碍 没有打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保护 把自己保护起来 你那个保护主义 进不去 如果太过风俗的话 就像提法 她永远没有办法 再往前推进 那更甚而现在 台美好不容易进入了 历史最佳机遇期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对的 那作为蔡英文总统 她是国际谈判专家 她过去她从GATT 谈到加入WTO 她就推手啊 那如果今天 台湾已经面对到 历史机遇期 台美已经最佳的时刻了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 向前推进 把贸易障碍打开 那包括TIFA 包括现在台美的经济高阶的 对话都已经开始了 这在过去都没有的事情 在马英九时代也不曾有过 在陈水扁时代也不曾有过 我们非常的期待 国人也非常期待 这个历史机遇期一打开 包括后面的台美的BTA 如果再甚而CPTTP 如果再往前推进的时候 台湾在这个整个国际的经贸 这个区域的经贸领域里面 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我补充一下吧 我觉得国人的贸 国人的健康绝对不是拿来换 你刚才有讲到吗 我觉得这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2012年的 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的标准是什么 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你看这个是其实是从2012年 我们美牛的进口 从1万8到现在的6万4 所以美 如果美牛 当时马英九通过了这个美牛 它的莱克多巴胺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然后我们还让它过 那不是很荒谬吗 那我们那时候为什么 我们民进党在2012年在审查的时候 到最后我们是没有这个强烈的反应 就是因为有这个标准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在国际上面 要跟人家报 我们要卖东西给人家 人家也要卖东西给我啦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台湾租已经拔针了 我们台湾租这么好吃 我们想要卖出去给人家的时候 人们不应该买买你买 你买买吗 那刚刚主持人有讲说 是不是政治很表面啊 你现在美国租进口你要不要买随便你 我告诉你台湾人民不是说 你政府进东西来 我就一定要吃啊 我们有自己判断能力啊 如果好吃才是重点 刚刚小卫姐讲说 这个伊比利猪 在我来吃 伊比利猪永远比不上我们的台湾黑猪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猪很好吃 我们也要对台湾猪有信心 但现在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要进口 我们确实民进党政府要做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就是所谓的标示 要标示的非常非常清楚 尤其是刚刚讲的 预伟姐刚刚讲说共产可能没法做 但是你肉干什么有可能做 所以台湾的民众 如果我不想要吃到 含瘦肉精的美国猪 我们应该怎么做 等一下陈吉仲 陈委这个主委来 就应该要跟大家报告 细节讲清楚 就是你在标示上面怎么做 像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在美牛进口之后 其实有一点改变 以前我们到很多 很多这个餐厅去吃牛肉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是哪里来的牛 但是这个2012年之后 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澳洲牛 这是美国牛 比较贵 对 而且我 但是比较好吃 而且我告诉你美国牛 那都有含雷克多巴 对 澳洲牛有说 雷克多巴都有 美牛 所以目前的美牛是有雷克多巴的 目前的美猪是没有的 接下来连猪牛都有了 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选择的 就是说我如果真的很在意健康 我就不想吃到汗道来客多巴的美牛 消费的自己把关 我就不要吃 除非你是澳洲来的 我就吃 那 illegally 我要吃我才吃 不然我就不卖了 我就换别的地方消费 所以我觉得 现在台湾最重要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在美猪进口之后 如何标示能够让消费者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名建党政府应该要做的 范普委员 告诉民众 是不是直接讲说 进口了进口了 不要吃就好了 好像不能这样宣传 当然不是能这样讲 就是说第一个 这是2012年到2020年 这八年台湾有没有在准备 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待会回应这部分 我先讲说很多人问说 刚刚讲中国也禁止 那你为什么台湾要开放 欧盟也禁止 为什么你台湾要开放 请大家记得 中国是大国 台湾是小国 然后中国的经贸地位 没有被边缘化 是中国把台湾地位边缘化 我们刚刚讲这跟关税谈判 台湾出口是我们重要的 经贸产业 出口里面有签 跟人家签所谓的FTA 台湾只有9个国家跟我们签 我们占我们出口 所有的9.76% 韩国的出口 就关税比较低的占40% 越南占80% 新加坡占87% 就台湾要跟人家卖个纺织出口 你的关税就比人家至少多10% 我们成本比较高 那你怎么竞争 不好卖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波疫情 大家开始对这个红色生产链 就是Made in China 开始觉得 我连这个高级时装品牌 都没有办法做了 那不只是食品健康 就不只是健康 经济都被影响 所以要组一个新的全球生产链 叫做去红色化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台湾不要被边缘化 加入谈判 然后我们跟别人有一个比较低的关税 重不重要 我们刚讲我们出口已经处于不利了 那所以呢 中国当然可以 因为它是大国 它是目前在整合别人的 我们就是应该加入这个 反中国的这个经贸的组织 不要被边缘化 那中国就是在RCEP CPTPP这里面 阻挠大家不让台湾进入 第二个 为什么欧盟可以 大家知道 欧盟法国人是连麦当劳 都可以赶走的 比如说美国玉米 没有办法卖到法国 那美国玉米有进来台湾 人家是整个弄一个欧盟 彼此就没有关税 它是个经贸谈判大国 它不是像台湾被边缘化 我当然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台湾跟欧盟一样 什么东西不要进来都好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 台湾 我们连内政上 社会福利都比不上欧盟了 都要慢慢来了 更何况外交 外交我们长期 在中国一个阻挠下 经贸是被边缘化 美国已经是对我们最友善了 可是美国也是我们经贸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伙伴他都对台湾 这个部分的保护主义 不公平对等的话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进一步 给我们更优惠的待遇 更平等的待遇 那这部分在这个全球 后疫情期间 终于看透了中国的红色生产链 什么一带一路的时候 要有一个新的全球生产链 重组的时候 台湾这个时候 要不要继续被边缘化 那一旦美国愿意跟我们签 这个就是说相对平等的 这个经贸协议的时候 其他国家很可能一个一个会让步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进入亚太的经贸的联盟 这个部分中国的阻力 才不会是一个障碍 稍后回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到现场 蔡英文总统宣布了 美猪美牛进口台湾 那么非常荣幸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农委会主委 陈英仲主委 主委好 还有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主委您来 很多来宾都说 时间留给他们 他们很想把很多问题 跟主委来讨论好不好 第一位我们进行范英委员 谢谢陈主委 亲上火线 我想就两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遇到民众 他们最关心就是说 会不会最后变成 有钱人吃台湾猪 台湾内脏 没钱人坐月子 就吃美国猪肉根内脏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比较担心的 比较不一定是传统市场 因为跟猪 就是那个摊贩熟悉 就有信任感 而是加工品 会不会我们买的那个猪肉干 那是台湾做的 告诉你台湾做的什么 彰化做的 可是来源标示不实 目前这一块政府的那个罚款管制 做的似乎不够好 那如何加强 这两个问题很简单 第一个内脏 内脏我们到底有没有从美国进口 猪肝猪肾 那过去没有任何这样的记录 我们02年就开放美国的猪肉 进口到台湾 它有六个部位 那因为第一个统计数字没有 那为什么统计数字没有 我们问所有的进口商 因为国内没有需求 你不可能把冷冻的猪肝 然后再解冻再猪肾 我们一般讲的猪肝汤 那猪肾油剂 如果做月子 你知道吗 那个要剃油剂是非常辛苦的 怎么可能把冷冻的再解冻 再去剃油剂 所以国内也没有需求 所以第一个就是实际上 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 但是民众还是会担心说 没有啊 你现在还是有允许来客多巴胺的猪肝 猪肾在明年进来 那会不会因此而进来 那除了统计数字不会进来 那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不会进来之外 最重要的 全部都要标示 所以以后我们到任何市场 餐厅自助餐便当业 全部要标示 这个租的任何一个部位 是来自哪个国家 所以即使民众最后担心 还是有这样的疑虑 那没关系 我们有四个月在 明年1月1号开放之前 全部要准备好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消费者 所有的消费者团体到各地 市场看政府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你有标示了 那你也可以排除掉这样的一个疑虑 我想这个也是第二个 您的刚刚的一个问题 那我比较想要讲的是说 不是有钱人跟没有钱人 好像是就是吃到 比较便宜的进口的美国的猪肉 我们问一下牛肉好了 牛肉到底是有钱人吃 还是没有钱人吃 大家都吃得起吧现在 相对还是比较有钱的 美国牛肉 澳国牛肉贵的 2012年美国牛肉 马英九政府开放了 莱克多班进来以后 那时候只有18000公顿 去年就是有64000公顿 牛肉是百分之百 在美国几乎是农民用莱克多班 猪肉在美国只剩两成多的人用 所以我们现在消费者每年 吃的美国的莱克多班牛肉是 三公斤嘛 所以如果是要这样区分 我就觉得说 那可能刚好颠倒 可是我觉得所有政府的责任是不应该分成有钱人没有钱人 死安是百分之百的那条线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还有死安余虑 最后就是要让他有一个标示 有一个消费者可以选择 所以就换下一位 还是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牛肉因为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就是说肉类 因为大部分日常都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青椒炒猪肉嘛 炒牛肉是价位更高一点 所以猪肉如何不会是穷人去买那个很便宜的美国猪 然后我们中产阶级更有钱的去买那个台湾猪 这部分的话 那个主委怎么说 其实汇议委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国人用猪肉跟猪肉加工品 在我们太多的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 你从那个贡丸汤开始到 你的肉包你的水饺 肉丸钱火腿什么都是跟猪有关的 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民众来关心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比马英九政府在2012 喊的三款乌卡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请各位去看卫福部在8月28公布散装食品 8月31公布所有的猪肉跟猪肉制品 在餐厅在包装食品 这三个部分里面就是要确保做到百分之百的 这个强制标示 可是还是回到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有点逝世而为的谜论 他说我们国人一年可能吃35到37公斤的猪肉 所以你开放的是不是会比较严重 比如说马英九政府当初的牛猪分离 就是这样考虑 其实是以莱克多巴胺所食用到的那一个比例的话 反而吃美国的牛肉是比吃猪肉还更高 因为我们的七层传统市场都是国产猪 那进口的大部分都跑去所谓的加工 美国在过去你看它的生产成本 那么有所谓的竞争力 WTO到现在02年到2019年的资料 它的在我们台湾的市场占有率是逐渐的下滑 所以现在只有1% 反而其他加拿大跟欧盟西班牙等这些国家 那比例越来越高 那他们的 我说是同样的那一块比8万公顿上下里面 反而其他的比较高 加拿大跟西班牙 所以他们是不含莱克多巴胺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的 所谓的小英总统的时间点的选择 也是因为美国在国内的莱克多巴胺 猪肉的使用比例是越来越低 所以这样的话即使有开放了 那进来的那个比例就会更低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 接下来这个标示的部分 会比现在现行的来源更严格 我虽然是执政党立委 未来我们会严格的监督 严谷会主委 陈主委讲的话 他们也都有做到 因为陈时中部长有讲到说 我们要进口美猪的这部分是全猪进口 那全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 就是包含内脏 那虽然说主委刚才所提到的说 包括肝肾 因为台湾人的习惯 不太会去吃那个冷冻的 但大肠 还有现在所谈的猪油的这部分 这个部分是不是 包括卫富部或农委会 未来是怎么样去保护所有的消费者 第二个问题是 有关于台湾猪现在是所有的莱克多巴胺是零减出 那也有人说为什么美国我们可以进口有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 那台湾我们以后也为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东西给台湾猪吃 这样它的瘦肉转换比也会比较好 那这样子可以吗 那未来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这个限制 那还有一个台湾猪今年拔针了 第三个问题想请教 台湾猪今年拔针了 那未来我觉得台湾猪应该是会蛮抢手的 那这个在面对了说美猪要进口 那农委会这边有没有帮台湾猪在出口的部分 做了哪一些的事 三个问题请教 这个三个问题其实都有关联 我从二三先讲 然后再回到第一 那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你可以让农民搞不好会生气 说比如说美国猪可以莱克多巴胺进来 我们国内为什么不能使用 我想这是第一个所有的农民都认为 我们要用一下 我们绝对不能用 因为我们用了 我们就跟美国猪没有区隔 我们反而失去了我们的那一个 让消费者都选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 没有用 那我们认为将来消费者会更多选择我们的国产猪 那因为在这样大家还是某种程度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对莱克多巴胺的死案余力还没有解除之前 那我们当然根本不能用 而且为什么要用 因为你用了 它莱克多巴胺是一种让 一种所谓的饲料跟动物用药的添加物 它是要让那个瘦肉的比例再增加 我们台湾的猪的活体拍卖就像人走 像是一只活猪走过去的 不是土体啦 不是土体你看不到 那美国会是因为它土体 所以你去问那一个主要生产莱克多巴胺的那一家公司 它美国猪农后来会用 是因为在国内的市场里面 它是土体拍卖 可以看到那个瘦肉的比例 比例比较高 所以它才会某种程度用莱克多巴胺 可是我们的研究结果 那到台湾其实有莱克多巴胺 跟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成本差不了多少 所以而且我们认为 我们台湾农民会对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 要对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包括国内国外的消费者负责 所以我们当然更不能用 不能用我们才更有竞争力 那这个也是所有消费者也期待我们 那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在之前几天的网路乱传我们 8月28的预告公文说 我们即将要开放莱克多巴胺的药剂 可以进口还可以买卖 还可以再使用 那是故意扭曲 而且我有特别 昨天开记者会严正声明 那一些如果在乱传的团体 他是在这时候 故意打击台湾猪的品牌 跟我们的形象 那造成消费者不购买我们的 台湾猪的农产品 我们当然没办法接受 那我们当然昨天已经有完整的回应 而且会把预告的那个文字修正成 国内就是不能用 那国外的牛跟猪的 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一个添加物 那就不在规范之内就可以进来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其实 这个是小英总统 为什么说时间点刚好在这时候 那我想我们24年的口提议 在去年八争 今年6月18号 正式为OIE的会议区以后 我们当然可以出口 我们已经到澳门了 那也要准备去像包括新加坡 生鲜不是加工的 那加工的部分已经可以到新加坡 我们现在连美国都还跟他申请我们的猪肉的加工品 美国有很多华人 那他可能会喜欢吃我们的那个冷冻水饺 用我们的台湾猪包的 类似这个 那这个将来就变成是贸易 我不是说只有让你的生鲜进来 我们的加工制品也可以打回去美国市场 那这个其实总统在去年就开始交代要准备这些事情 那这个也反映有一个特别额外的议题 就是说外界 我觉得同意外界的指责 就是说你的宣布好像没有事先跟社会大众 跟农民猪农沟通 但是一个重大的议题绝对是一个长期的准备 那所有的配套措施也都准备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没有事先沟通 那总统有拍板是明年1月1号 所以我们还有四个月要做所有的风险沟通跟配套措施 那那个菲律宾我们11月就有机会就要出口去 那这时候就会变成是说 以前农业部门在贸易里面只有守没有攻 因为都是挨打的 那我们这次如果可以透过出口 可以调节国内的供需 维持一个稳定的合理价格水准 我们这几天跟所有企业的朋友 在那些大家坐在一起说的时候 他们要一件事 就是在那些计划维持就好了 要贪钱 要贪钱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不是说 要做什么价差补贴 那个都不是 我们养猪农民才不会 那个就是说 不会那么没志气 因为我们的猪肉其实卖得不错 他对自己的豬肉很有心 他要爱的就是供需市场调节 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那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承诺 所以回到第一点 那时中部长有讲到的 或者是外界在质疑的所有的全株里面 或是内脏的部分 那我已经有特别的说明 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部位都会进来 其实不一定 丹麦它可以甚至把猪皮做什么 做人工医疗使用 它是全猪的这一个利用 做人工皮 对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开放可食用的部位进来 那可食用的部位当然在美国的话 主要的还是以猪的肉为主 那猪的干猪的剩不多 但是那个小王 因为你听到的那个猪的油 猪的脂肪油还是有定相关的残留比例 就是0.01ppm 那猪的肠 那未来会比照其他可食用部位 也要定定相关的所谓的安全容许量 而不是说排除掉零减出 那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定定 那未来只要有超过这样的标准 那我们就会去 那个依照标准就不合格就不会进来 那因为那个肠啊或胃啊 日本跟韩国也吃很多 那他们有进口美国的吗 我跟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报告 韩国进口最多就是猪肺啊 我们讲的不太 废片 猪汤的吗 是喔 是啦 是没的 是没的 猪汤也切白白 他刚刚讲那个猪肺片 肺片也就是 会炒的嘛 对 猪汤也算额差 他是定0.09ppm 算高还是算低 他的标准算低 我们是0.01的那个 你的容许量越低 就是越严格 你盯得越高就是越松 所以韩国要定0.09啊 我们比他更低耶 我们比他更严格啦 是是没错啊 所以我们才会 总统讲的就是 国际标准是参考 我们用科学根据要比日韩 比照日韩 更严格 我看到现在在台湾 某一些地区的猪农有抗议 那特别是来自于去年也发生花生之乱的地方 那你在去沟通的时候 主委去沟通的时候 现在猪农的反应到底是如何 主委猪农的抗议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刚才广告期间呢 大家都在问主委很多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时间有限 刚才玉慧姐特别提到说 这阵子跟猪农官来沟通的这个细节 过去从礼拜五到现在 那我们大概沟通了二十几场 而且还没说过二十几场而已 到年代生日到迈迷 我们都会去沟通 我们去年办了208场的农渔母座谈会 都是下乡 很多都是清新去 尤其我自己去 我们不只是说要政策往前走 任何个案的农民 我遇到的我一定要帮忙 因为这个农民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问题 那所以针对这一个养猪 我们当然 更好看 我们自己治疗 我们哪有可能说 不去跟我们这些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的猪农 好一个一个沟通 所以现在走完 其实猪农 他们有很6点的建议 对他们 就是这个产地 产地来源 国要全部强制表示 因为对台湾都有信心 我们不只可以对消费者负责 还可以卖到国外 第二个他们要求 就是说这个百亿基金 绝对 他们都没有为了个人 绝对是为了让养猪的产业 可以升级 比如去解决空污水污 还有包括整个屠宰场的 这些能量设备的提升 运送的过程 运送 对台湾的消费者要更负责 所以我们同意 我们下礼拜就会跟 所有的养猪协会 各县市的理事长 还有全国养猪协会 还有各个饲料工会 冷冻工会 还有肉品工会 报告这一百亿怎么用 他们愿意了 那同意了 我们就正式对外说明 百亿怎么用 而且绝对会摊开来 给所有的消费者检视 这个绝对不是乱用的 因为在这件事情 对整个国家 台湾来讲 可以走出去 参与这么多的国际经贸的时候 那如果农业部门 有受这样的影响 本来就是一个合理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协助整个产业的 竞争力的提升 比较重要的是说 我还是知道有一些地区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生意跟想法 那我很乐意 农民不用来台北 我一天落 我一定会去婚宁 我会在一天 后一天 有一天整天都去婚宁 那有找你吗 管长有找你吗 管长目前没有 但是我管长要找我 我管他 我一天去找管长 我带你去 大家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猪农有一个想法 他说这时候不要乱 因为乱的应用到 市場的介绍 现在市場的介绍 中原刚才过 边均都是7,900到8,000块 如果有影响到市场价格 其实是猪农不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在这里 礼拜五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监控小组 因为担心有人在这个议题 在大家在讨论 有不同的所谓的立场的时候 那有人就会在市场上 赶快市场空情 当然啦 中秋节要到了 用手要到 用手要到 这很重要 好肉 大家 大悦 这是食用猪肉的大悦 你这个价钱如果弄乱了 大家很贪这个位而已 大家很在意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这个时候 来大家一起促销我们的台湾猪 那大家使用我们的国产猪 促销会越来越贵猪肉 喔 没啦 在过期 这就是供需啊 供需啊 澳门跟中国的 豬肉计划是这样三倍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是 在这个价格水准 应该是都可以接受了 也不能太大 因为你如果超过八千 九千 净口就进去 所以你为 所有的猪農都说最好是 尤其在一个最好的水准 像说七千块到八千块 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目标 时间有限 志豪议员 所以 现在早点有很多人在烦恼 说 烦恼自己的小孩 在校园吃营养午餐 会吃到 对美女开始吃到 寒 瘦肉筋 还是 莱克多巴胺这些美猪 是不是可以 保证 这个部分我们中央 可以处理 因为 现在在串联嘛 蓝营县市长在串联 什么瘦肉筋 零减出 但是我们中央的保证是什么 我知道议员说得很重要 对 小英总统的食安政策 跟新农的政策里面 有声说 全国的学校午餐 要使用在地食材 这十二很难做 但是我们四年前开始做了 现在学校 国中小三千七百多所学校 一百八十万的学统 用国产食材 已经有超过六成 就是我们近年四张EQ 现在变三张EQ 每一个小朋友 我们补助三点五块 院长在还没有宣布之前 在总统8月28年 有宣布之前 农委会跟教育部 已经沟通好 我们的学校午餐 全面使用国产株 对我们来说最开心 可以用国产株 对小朋友来说 他用最新鲜的 一个在地的国产株 所以不会有小朋友 吃到所谓的国外的 这个莱克豆瓣 我在家要跟所有的家长朋友报告 绝对没问题 而且所有的家长 尤其是妈妈 你可以到教育部的 食材登陆平台 哪一个地点 哪一个学校 他哪一天所使用的产品 是有所谓的食材登陆平台 有CS 产销履律 甚至寿远 都去查就要 都查得对 但是也不能说到小朋友而已 我们管理尘对高风险 坐月子的妇女 或者是有一些 所谓慢性疾病的 所有的这些朋友 未来遇到可能会使用 莱克豆巴胺的这些猪肉 我们全部会让他知道 他购买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他担心的时候 那我们建议所有都买 我们台湾猪 今天非常谢谢 主委特别来到现场 是不是议员这时间有限了 下次我们继续问 标示要清楚 是 我们台湾猪肉你会惊人 是要标示清楚 是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 而且 是